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的这个 不知道大家还敢不敢继续的这个大肆的消费啊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由于疫情的关系 其实多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肯定啊 只不过方式改变了 我想过往的这个记录 Black Friday啊 什么在Walmart Target啊 门一打开就把门撞破了 人踩人的影像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 那可是你不要小看online啊 所以它整个散开了 它散到了每一天 所以e-commerce只要有做online销售的公司 其实都很可观 里面拔的头头的当然是Amazon 根据这个消费的数据 它说online里面的每一块钱的销售就有0.42元是归在Amazon的手上 所以一家Amazon几乎占掉了一半的e-commerce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一个Amazon呢 杀掉了数以万 几十万的小的retailer 几乎就是整个人类的pattern在改变了 是 说到这也让我不由的想起了一个八卦啊 我们知道这个最新的这个富豪排名表 那其实现在也正是Amazon的这个Jeff排名第一 那紧跟其二的就是这个Elon Musk 对 这个Amazon排第一 大家是就问的 没有人想要讲的 是这个排第二名的Elon Musk 他的Tesla股票 我刚好看一眼是590几块 对 快要600块了 所以他从分股前到后 我记得当时是 around 350块 不到两到三个月已经到了590 350 590 你看看他的涨幅大概七八十percent 所以伊朗 Musk 的资产呢 他们预估呢 是在今年就增加了1000亿美金 所以你看 他就是多恐怖 那当然 他把这个Bill Gates挤下去啊 这个要帮Bill Gates讲讲话 Bill Gates的目标已经不是在赚钱 所以排不排富豪那是别人的事 他很多钱都捐到 Bill Gates的这个foundation 去做慈善事业了 所以人生的目标在Bill Gates上面 已经不是排名的富豪了 是 那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儿 那其实我刚刚还有一个问题 也想问您 那对于这个Elon Musk 最近这个股票再次被调升 目标价到1000元 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他现在是当红炸质机 那短期之内可能一年左右两年之内 我们都看不到像样的竞争对手 所以Elon Musk在汽车业 这个Tesla就好比是Amazon在e-commerce一样 还没有什么人可以compete 你像这个Amazon里面的Costco Walmart都还没有办法跟Amazon compete 所以在电动汽车里面 这个通用汽车啦 福特汽车啦 他们也很难跟这个Tesla compete 所以这个1000块呢 也不是什么 你说一定要有理由去support它 but in the reality 它在全世界都在扩张 而且电车是大家 我们看到的是加州 所以我们觉得电车 加州还蛮普遍的 可是其实在别的州 别的国家 别的欧亚大陆块呢 其实电动车还不是那么普遍 所以股票反映的是它的未来 如果在那些地方也能够像加州一样的百分比增长 它的股票当然就应该1000块 不过这是今天在看啊 我们也讲过通用汽车在极其直追哦 追不追得上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就恰恰是我刚刚就想问的下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通用汽车 是老资号牌的这个汽车制造商 那最近几年也一直在疯狂的做这种电动车 如果您刚刚提到说我们看的是未来 那这个通用汽车在汽车行业中 是否也有更多的资源 或者说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观性 说可以和这个Elon Musk抗衡呢 我先讲一个它的好消息 就是它的这个之前的汉马战车 推出了电动版本 大概明年会问世 然后一台好像我忘了要加15、6万美金 那你想想看这个就是顶级的人才买得起的 不过呢你说15、6万谁买啊 哦对不起哦你还买不到呢 它已经卖光了 可是你要知道永远都是高价的车 永远不是汽车的重点 是平价的车量要够大才是汽车业的重点 好那你刚刚问说通用有没有可能追上来 我举个例子 以前当初的雅虎为什么会没有追上来 雅虎诞生的时候Google都不知道在哪里 那为什么会让Google能够趁胜而追 有时候它过往的成功反而是它的包袱 我的意思是说通用汽车它左手在油车 右边在电车它有它的汽油车的包袱 它今天走电车可不是它想要做的 是它被迫潮流的趋势 那这个Tesla不是被迫的它从零开始 它根本没有汽油车啊 所以这个的这个心态其实就决定了它的未来 那当然不代表通用不能提起指追啊 只是说有时候成功反而是下一波创新的包袱 过去的成功是包袱 是这个有让我想到咱们之前其实有聊到说 第一个先去吃这个螃蟹的人 他不一定是最先获得胜利的人 有时候也要看到这个时间的节点啊 那说到这个时间的节点 其实我有想到最近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那其实就是关于这个两房 房地产和房利美 那我想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要留到下一环节 和观众朋友们继续分享 那我们广告后见 大家不要走开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座谈天下 治理财艺周 那么从这一环节开始呢 网上的观众朋友们也会加入我们一起了 那么我们这一环节啊 就来聊一下说这个房地产和房地美 最近有没有这个新的政策 好像对它有所改变啊 有一个新闻闪了一天就过了 那我有cash到 通常我们做财经的对这种 巨大的变化很敏感 可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上游 所以retail的理财的民众 有时候在下游 他要等到发生之后才有感觉 讲的就是呢 白宫发出消息 有可能把两房变成民营化 那两房讲的就是房地美跟房地美 Fannie Mae跟Freddie Mack 那这个是2008年造成金融风暴的 这个也是受害者 也是始作拥的 那这个这两个公司呢 是最有趣的 它是美国国会成立的 然后呢之后它却又股票上市 因为美国国会成立嘛 那就是政府机构啦 那你用股票上市 那不就私有化吗 那就变成不伦不类 到现在为止 它仍然是政府方定的一个单位 可是它却是私有的公司 其实以前像外国政府 除了买美国国库债券以外 他们也会买两房的债券 所以在2009年以后呢 美国联邦是不敢让它倒闭的 因为这跟 那不就你们美国的两房 怎么让它倒呢 所以它其实股票是上市 可是它却永远都不会倒闭 反正就是个不正常 很奇怪的单位 套句亚洲的话来讲 就叫做国营企业民营化 国营企业民营化 有点不伦不类 重点是白宫最近说 要把它这个民营化 那这个是川普总统 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 现在如果要下台的话 他也只剩一个多月 那这个决定呢 在过去四年不做 你现在做有点动作太大 那很多人说你在讲什么 我听不懂 那我现在讲你听得懂的话 两房呢 其实它是这个商业银行 Wilts Fargo Bank America City Bank 你是不是走到银行去贷款 你买房子要跟银行贷款 银行把你的贷款做好之后 做了一百个贷款的案件 这个转手就卖给大行商 房利美 这个时候呢 银行贷款的钱又活了 因为房利美把他的贷款买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又可以在贷款下一个 下一个一百个的这个客人要借钱 所以房利美跟房利美呢 是房屋贷款的终极点 它是放款的点 所以在前这个 今年这一年当中 曾经发生过 房屋贷款有发生过 大家大概忘掉了 利息低 可是呢 你去跟银行贷款 银行根本做不出来 因为他们说没有现金了 那后来呢 联邦组备局就赶快放款 国会赶快放款 所以两房又有钱 所以房屋贷款的这个市场又活了 你想想看利息是很低 你又贷不到 那不就是看得到吃不到吗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 科普一下 到底两房在干什么 就是在干这个 重点是 为什么白宫 要在现在最后的一个多月的任期 他想要把它民营化呢 这个动作太大了 是 那就您刚刚的这一段 那我稍微的总结一下 不知道是否正确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一系列的动作 理解成一个循环 那如果两房在这个循环当中被拿掉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经济的工具少了一环 没有错 而且他就所谓民营化是什么 就是政府不管他了 就这一句话 政府不会给你funding 你就是个民营公司 那难不成政府要funding Microsoft吗 难不成政府要funding Google吗 那是你的事啊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政策是很大 很大一个改变 其实还提醒我到另外一个事情 也是最近财政部长干的事 他把这个我们三月四月通过的这个纾困法案 叫做Cares Act 里面呢 有四百多个Billion 就是四千多亿美金的金额 是专门给联邦储备局纾困用的 可是呢 因为联邦储备局到现在一直到十一月 不大用 没有用 结果财政部长鲁琪 Montran在上礼拜说 他要把钱收回财政部 不但收回财政部 还会变成财政部的General Fund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继任的财政部长 将会是以前的联邦储备局主席 Janae Yellen 就是叶伦女士 那你知道叶伦跟这个 现任的联邦储备局主席 鲍威尔 两个以前是上下属的关系 那可是合作愉快了 可是呢 现在把这个400多个Billion 放回财政部的General Fund的话 以后的新的财政部长 如果要动用这四千多亿的话 仍然要得到新的国会的选票的通过 让这个财政部长没有此担忧 更不要讲 在现在疫情正式升高的时候 他把联邦储备局的其中一个工具 撤掉 这是在他任期的最后一个多月做的 所以动作太大 有点不对 不寻常 不正常 不应该做的事 这是我们在看到的 那如果我们说 抛开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的话 如果说这笔钱被收回去 我们知道大家一直都在期待 这个新一轮的纾困方案 很多人也都在说 如果说12月再不救济的话 那可能又有成千上百万的美国人 再次陷于这个贫困线当中 其实我也有记得上周 我们还有聊到说 12月份 这个再一次推出第二轮的 新一次的经济刺激法案 是比之前的可能性要大的 对 可是现在经过这一个礼拜的发展 可能性已经在变小了 从他把400多个表面收回 从他把两房变成私有化 从川普总统到今天 其实是没有认输 所以整个的政策面 不是forward 是在原地打转 那如果你要forward的话 这个交局呢 就是这个灰色的地带 可能要延续到1月多 国新总统就职以后才会开始 那还有一个疫情的发展 都让人们现在对于纾困方案 虽然也是燃眉之急 可是总比这个疫情 会使人来得更不重要一点 所以从现在我看到他所做的动作 我没有看到两党国会有紧张要纾困方案 包括媒体都没有在报道了 只是不断的在报道说 12月底有很多之前的东西会过期了 你有听到任何党说他们很着急 要赶快通过甚至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是多少钱吗 一点都没有 所以我现在对于年底前会接上 1月又有纾困方案的希望越来越低了 是那说到这儿 其实我有想到 其实自从今年3月份之后 我们一直聊到说 现在的经济和股市 是有这个三大股因素在纠葛 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另外两股 那最后一股就是关于这个股市 虽然说另外两边不明朗 但是由于疫苗的消息 仿佛给股市带来了很大的强心剂 那至于为什么 我们就聊到下一环节 跟观众朋友们继续分享 大家不要走开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座谈天下之理财一周 那么我们这一环节就来聊一下 说这个疫苗仿佛给投资人们 带来了很大的强心剂 我们看到这一周的股市 一直在节节高涨 并且突破了三万点 对那最主要节节上涨的 而且百分比特别大的 就是之前呢 因为这个sheltering place lockdown 比如说像邮轮 cruise cruise的股票反弹了很多 航空类股的股票反弹的很多 然后像赌场业者反弹很多 那其实呢 疫苗到今天都还没开始打 请问股票在涨什么 就大家有时候要知道 股票是涨未来的 不是涨今天 那就扯到之前 我记得有人在批评说 美国的僵尸企业越来越多 sombie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企业其实早就该关门大起了 要不是政府给他们钱 或者发债券 用债券的钱在养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早就该关门大起 那就批评说美国会怎样完蛋了 其实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那政府不做事你也要骂 政府救了他你也要骂 其实这个情况在09年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现在长话短说 这些所谓的僵尸企业呢 现在因为疫苗的关系 全部看到复苏的这个曙光 疫苗我想大家都听到了 这个辉瑞药厂的疫苗 辉瑞是跟这个BioN Tax 然后呢是Modera的疫苗 这两家都是号称95%有效 那唯一出事的是这个英国的 还是瑞士的Estra Tenka 它是AZN的股票代号 它跟这个英国牛津大学的合作 据说他们打疫苗的剂量出错了 所以呢居然有67%到90%的有效 因为它分两组 所以他们现在没办法 他们必须要再做一次Trial 就它的股票就不是那么好 因为你知道吗 各家都有疫苗 那来分这个市场 其实就是这半年 抢到了就抢到了 如果半年后你的疫苗再做出来 基本上你这个投资都是浪费的 因为该打疫苗的人都打过了 所以疫苗的消息呢 就让这几个 我刚刚讲特别吃憋的这几个产业呢 看到了希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批评点 有人在批评说 这些企业都是僵尸 可是呢 这些僵尸企业 现在却是这一个礼拜 反弹最多的企业 因为他们看到了希望 By the way 那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Disney呢 要裁员三万五千人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在发生 跟极坏的消息在发生 所以如果你心里想要说 那你跟我讲到底会怎样 其实呢 不大知道 因为long run是乐观的 show turn有可能因为股票涨太多 它来个小修正也是有可能的 说不准 是 那其实我们刚刚你也提到 说现在有这个两支疫苗股 其实都是95%的有效性 也都在等待这个紧急批准的使用权 但是我却发现 好像这两支股票 投资者对他们的反应却不太一样 这个像是Feather的话 好像一直是在一个 一个中间上下左右的晃动 但是我们知道Moderna 是一直的一路冲天 这个就是误会了 Pfizer可不是靠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Pfizer的公司大得太多了 BioNTech是一个单独只做疫苗的公司 后来他很聪明 他借用了Pfizer 他跟他一起合作上市 那这个时候 如果BioNTech不做这样的动作 他在研发的经费 他在运输的方法都不可能 所以他搭上Pfizer的这条线 那你刚刚讲Pfizer股票没有涨很多 因为Pfizer的业务不是只有疫苗 它有太多的药 你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个药 这么一点业务它就狂涨 可是Moderna不一样 Moderna从头到尾的诞生 几乎就是为了这个疫苗的诞生 然后他有拿政府的方顶 所以他的股票呢 就是完全是靠这个疫苗 等到这个疫苗结束呢 Moderna的股票可能就稳住 不会有什么 可是Pfizer可还有别的药 肺炎的药 癌症的药 糖尿病的药 它可多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总是在听故事的时候 希望说因为故事涨 所以股票就要涨 这个观念在做股票的时候 不是正确的 是那这个时候 我就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 就像您刚提到了 说这个Pfizer本身的这个规模 是十分庞大的 但是这个Moderna 其实只是做 新冠疫苗这一类型的疫苗 或者说是药剂 那我们却看到它的股市 却是飞速的上涨 那现在会不会稍微有一点点说 言过其实了呢 或者说这个价格 是否稍微有一些过高了呢 你不能讲过高 你只能讲它 疫苗其实中将出来 95%的时候 其实在它之前 股票已经 我们叫Factor in了 已经反映在股价里面 所以当疫苗真的宣布 95%有效的时候 它其实并没有涨太 说什么涨两倍 涨五倍都没有 那你说现在又 原过其实太高了 那又太武断了 因为疫苗到今天还没有分发 所以他们现在 再要做的是比速度 谁能够卖最多疫苗 谁能够让病人赶快打到 谁的营业额就会战胜 而营业额最终会影响到 它的股票价格 所以现在不能说它涨太多 你只能说它跑得比较快 未来呢 还要再看未来的疫苗的 分发的情况会怎么样 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要和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本期的节目再次回顾了 影响经济和股市的三大因素 那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 也欢迎给我们进行留言提问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